专指在明报写了40年的一个时政漫画 将在明日写最后一篇 是专指的告别式 大家期望专指用什么的方式 去为自己在明报的漫画 由详细写一个句号 大家的句号不单单是一个漫画消失 也不是专指明智在明报消失 而是香港有些东西 其实我们确实是应该去维护它 保存它 就算你不喜欢这件事 对香港来说 其实是好处对整个社会的文化 对民心来说 其实这类漫画是有它的正面功能 但政府看市民就会将一些问题 局部完全放大了 局部放大问题就出现了 一些很负面 也都是很主观的判断 由于政府拥有公权力和大量资源 于是政府可以运用公权力 要你停就停 大家是完全没有任何 大家的焦点就是政府完全看不过一幅漫画 我自己认为不是容不下一幅漫画 是容不下讽刺 这个是牵涉到一个政府的自信心够不够强 它是不是一个玻璃心 你容得下一个讽刺 就是说你信心十足 你看看林郑月娥出来 他都不管你有本事问我 连讽刺都容纳不了 其实我们看看 在2019年之后 针对媒体的最首当其中 是香港电台的头条新闻 头条新闻 吴志森和小豪子 他们那些讽刺的手法 对于官员懒中 他不觉得是幽默 他觉得你特意是针对政府的 一些蛙虎 凡是这些不是一个 新闻操作的形式 是一个用节目 或者用漫画 用戏剧 用语言上的东西 当然有时是要夸张 从讽刺 反映出其实坊间 你看看你走出去快餐店 走出去酒楼那里 那些人说话 说得更绝核 绝核和煽动是不同的 你看看收盾球场 说话不绝核 你有没有见过他们煽动 其实又算的 几个叔叔 我不敢说阿伯 我都曾经坐过去 他是不是煽动我 傻的吗 中国人 由以前民国时期的茶馆年代 已经是这样 在茶馆里面 什么都说的 政府拥有这么大的资源 这么大的公权力 今天香港的媒体 基本上都归了一边 香电台 都收为港用 事实上媒体在民众心中 发挥影响力 也都消减了 但是 看回专志漫画好 刚才嘉权所提到的 头条新闻好 也都今天 我们都很担心 另一个电台 一个讽刺 时币节目 是不是都会受到压力呢 这类节目的 其实那个很特别的社会功能 社会功能 是给大家烧烧气 将大家忍着 说不出来 帮大家说了出来 大家笑一下 会心微笑 其实是让社会 在一个压力煲底下 有些出气的地方 你将这些东西封了 其实同样 西方国家 西方媒体 外界怎么看香港 也都将这个问题 局部放大 香港已经没有言论自由了 香港这样那样 连一个漫画都不能容纳了 那怎么是一个国际城市 人家同样将这个问题 无限放大 这个也是作为缺诈者 记得 你那个包容性越大 社会越健康 你如是将个别问题 你将它无限放大 而看不到它的好处 你不喜欢一个人 你是会将它的缺点无限放大 于是那些人 你觉得人是 马上消失在我眼前最好 我听到有些官 和一些建制派 就说 你经常都说 一两个漫画拿出来说 正如老总所说 你无限放大 没有见识 人家就是 你发生了一粒老鼠屎 都已经可以整我一群粥了 你是发生了这样的事 人家当然 人家没有那么多的时段 去将香港的种种坏东西来数 有一件事特别刺激眼球皮拿出来说 这是现实世界就是这样 昨天我和老总 避免不说另一个电台的节目 我们都很害怕 那个节目都没有了 但今天我也想说 就是商台的十八楼私座 其实在《国安法》之后 我是有点留意到 因为我有听的 我为什么会听到 因为他每一天 两个时段 我会重复播放 他已经是就着 我们行内人 已经知道他就着 但是 人家周记茶餐厅里面 由周老板到什么 说些东西 其实 很多时候是平日 我们这样说的 茶余饭后这样说的 他只不过在大气电波里面 这样说出来 他其实可以是煽动 我为什么说十八楼私座 一个是特别呢 如果大家知道 十八楼私座 商台的历史 就知道 和以前六七暴动 一件惨剧是有关 你说回这些血泪的过去 大家 当然黯然神伤 但香港不断进步 中国不断进步 但是我们在各方面进步的时候 为什么有些事情 其实我们反而退步了呢 这就是我们对香港 一个最大的感触 再说回 保安局长 昨天去回应 这个专止事件 麦美娟 顾了又疑他 我都不会期望 他怎么回应 邓炳强 很清晰表达了 看法 但当中有一些 我都必须要说 无论专止 其实他没有扭曲到那个事实 他没有将那个事实 扭曲了 只是表达对事实的看法 那是个观点来的 事实上 政府铺天盖地 这么多的公权力 这么多的媒体 那件事就摆出来 比如说这个区议会的改革方案 那摆出来 其实没有人可以扭曲了 不是这样的 不要改变了政府的安排 只是对安排有某种反应 那其实纯粹一个观点的表达 这个是观感问题 政治是讲感觉的 你真的改调 用政府的字眼 就是调节了你警员招口入职 那个调什么节 直接讲 你降低了要求 这个公众的观感就是 哇 水准跌了 而一幅漫画 连续几格的漫画 其实是反映什么 反映我对这种观感 那个感情的投射 哎呀 这样这样 喂 这样做得不对 是有不同的方法 去告诉你 喂 你这样跌了 可能是有问题的 我们试试 给客观去看看 跟家权交流一下 我们探索一下 就是死因研究 专止这个死因研究 我觉得其中一件事 引起那些在位者 这么多不满 就是你太多解话 政治漫画 其实是没有什么对白的 纯粹漫画 你看多多少 一两个对白 专止本身又喜欢写东西 专止漫画就有很多解话 其实字不多 每一格 他字多都是十几二十个字 你看人家多精妖 你知不知道 写过东西就知道 画过画 有对白 越少字越难 所以 接下来的新人发展 专止出了很多书 专止除了画漫画 有些漫画家 就是漫画 专止同时 也是作家 他做记者 是的 他做记者 虽然艾尚不妖 专止的作品 全线下架 专止相当暴霉作品 是帮亲子的书 画插图 现在是一刀切 我还注意到一件事 但是近年 保安局介入 新闻事业很多 我上周五 出席 报业工会 今年度的新闻攀掌 李家超 做主例嘉宾 但我第一次在这些场合 另一个重要的嘉宾 居然是 保安局长邓炳强 我真的问过 为何会找保安局长来 原来 过去一段大半年的时间 邓炳强 不断和业界的人 联络 谈谈 假新闻法 假资讯法 这个问题 再加上 你看这次专止之后 麦美娟当然要出来 他是似作俑井 是这次最近的 接着邓炳强 有一个感觉就是 以后 香港的新闻媒体 是和保安局挂勾 即是说 再讲得尽一点 香港的新闻事业 是要和国安挂勾 一挂勾之后 企克这个情况 真是意识形态的管治问题 香港就没有中宣部 内地有相关部门去处理 香港未有 将来保安局长 会担任了很多方面的把关人的角色 震懾力是大的 事实上 另一方面 震懾一些所谓的不实言论 我相信的确暂所谓 但香港现在已经 大家都调整得很正常 你想想 苹果没有了 立场没有了 难道连信报 明报 这些其实是香港一个文化象征 如果连这些报纸各方面 你都要握得这么紧 管得这么严 第一 令到扮报者会戒神恐惧 从业园呢 那怎样 我还记得夏宝龙说五光十色 不知为什么 香港人会不会色盲 将来看出来的东西都是红色 这一百更多精彩节目等待大家 足本重温 声音下载服务 年费一千元 请职订购支持